今天上午,靴子落地,最近,舆论府便关注的范冰冰阴阳合同设税问题有了调查结果。 根据税务机关的权威信息,范冰冰在一部电影设置过程中,以拆分合同的方式偷逃个人所得税618万元,烧奖营业税及附加112万元。 此外,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少许税快2.48万元,其中偷逃税快1.34万元。 税务机关已把对范冰冰及其担任法人代表的企业做出相应的追缴和处罚决定。 范冰冰也在中午通过微博刊登了致歉信,表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反省,对所作所为深感羞愧,内疚事实清楚了,责任明确了。 后续追缴和处罚也将依法进行,然而案件本身反映的深层次问题更值得我们思考。 长期以来,明星涉税问题都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范冰冰因阳合同涉税问题突出后,执法机关第一时间介入,严格依法案程序对案件事实进行了详细调查,并根据涉案金额和违法行为依法做出处罚。 范冰回应了公众关切,维护了法律权威,同时也不能忘记舆论的关注和追问。 在阳光照见事实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执法机关与公共舆论形成合力,再次让公众得以彰显,让法治的力量抵当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纳税是公民必须履行的一项基本义务,税收也是现代国家得以正常运行的基石。 公民依法缴纳一定的税额,国家依法将税收投入基础税事件设和公共资源开发。 公民享受这些资源与受施带来的福利和收益,并根据收益再次缴纳合理的税额。 在这一循环当中,一把纳税既是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社会财富分配,更加公平的重要一环。 对于影视明星这类高收入群体来说,尤其如此,更高的收入,以为着更高的纳税额和更严格的守法义务。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和明星致力于公益事业,用自己的财富回馈社会。 这份单单与情怀,赢得了粉丝和公众的认可。 但如果高收入者反而偷逃税垮,挑战法律底线,最终也必然付出惨痛的代价。 一纸阴凉合同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关注。 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涉案人员是家喻户晓的明星,明星是具有很强势办效应的公众人物。 他们的一举一动不仅代表自己,更影响着粉丝和普通观众对事物的看法和行为,特别是对那些年轻的粉丝来说,甚至可能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念。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法律还是道德,对公众人物的要求只会更高,不可能变低。 而公众人物自身也应该意识到,粉丝,观众的喜爱和信任,不是任意妄为的资本,而是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 责任越大,越是要挺起肩膀,发挥榜样的作用,传播积极的重能量。 这是公众人物的必修课,也是公共空间最基本的共识。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现代法治智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们不可能因为犯法的是公众人物而给予优待,同时也不可能因为是公众人物而给予超出必要的制裁。 一纸阴阳合同,除了成为我们潮与饭后的谈思,更应当成为构建法治社会和文明社会的一面镜子。 这次我们需要进行更加严肃的反思,同时也从宗教界未来的样子。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